如果你是一个男人 突然发现自己的漂亮媳妇 和别人表现得很亲密 这时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 嘿嘿 不好弄吧 你要是生气呢 你媳妇就会觉得你小气 你要是不生气呢 你媳妇就会觉得 你应该能更大度一点吧 嘿嘿 老王就是一个非常大度的男人 他看着自己的老婆友荣 和自己的侄子铁柱 聊得很开心的样子 一点都没有生气 毕竟铁柱是他的亲侄子 他们能发生点啥呢 于是老王就说了 铁柱啊 我给你也找了个漂亮媳妇 人家可是留学鬼来的 所以你得先跟你婶婶学学跳舞啊 对 就是面对面 脸贴着脸 一看就会健康的那种嘛 去吧 而老王就站在一边 看着自己的媳妇和侄子 跳起了爱的华尔兹 冷里那个冷里 两个人脸贴着脸 手牵着手 就像是湖中飘荡的小船 在铁柱的心里 泛起了阵阵液 婶婶的手 好软 好香 好舒服 跳完舞的铁柱 还久久不能平静 她只好一个人去山里面冷静冷静 但是脑袋却不断地赏毁着 友荣的英容相貌 她的唇 她的手 她的一切 都是那般的处处动人 是那般的动人心魄 这时间 怎能有如此让人心动的女子 叔叔可真是幸福啊 铁柱就这样想着想着 竟然鬼是神差的摘力董花 然后就带着花找到了友荣 婶婶 送给你的 友荣一看 当时都要感动哭了 这娃子终于开窍了呀 可就在这时 老王竟然把铁柱未来的媳妇给带来了 友荣听到老王叫自己 心里一看机灵就赶紧和铁柱拉开了距离 很有礼貌地给铁柱未来的媳妇的一家人 打起了招呼 但是这样就能化解尴尬吗 友荣觉得 先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才是关键 于是她就说道 铁柱就这样极不情愿地把花送给了未来的媳妇 虽然脸上笑嘻嘻的 但是内心生气极了 所以铁柱当天晚上就找到了友荣 逼问她为什么要让自己去献花 友荣被铁柱逼问 心里实在是郁闷极了 你这个傻子 现在人多眼杂的你让我怎么跟你解释 于是她只能再一次把铁柱推开 让她去把水果给自己的媳妇端过去 铁柱一看婶婶变脸如此之快 还以为自己的婶婶不想勾搭自己了 心里一下子就凉了半截呢 哎 女人啊 你这是在玩火 回去以后 欲火攻心的铁柱伤心成绩 一兵不起 这下完肚子 要知道 这可是1933年的泰国原始森林啊 医疗条件有限的很 感冒发烧都是有可能死人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铁柱生病了 需要有人来照顾 老王业务这么繁忙 自然是没有时间的 所以这个任务 就自然而然的落到了友荣的身上 友荣当然是开心坏了 苍天有眼啊 打了这么久的窝子 终于上鱼了呀 于是第二天 友荣就来到铁柱的房间 并支走了所有的侍女 二话不说 就坐在床上 截起了铁柱的衣服 铁柱垂死病中 静坐起 哎呀 婶婶 光天白日的 这样不好吧 友荣见状则笑着说 哎呀 这有什么不好的 我是你婶婶嘛 你都病成这个手样了 我给你擦一擦身子 又何不妥嘛 铁柱一听 也对呀 那你上来吧 友荣一边擦一边说 铁柱啊 那天我不是真的想让你把花给送出去 只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之下 我没有办法也住住 你知道吗 其实人家第一眼都爱上了你 超爱你的 铁柱听后娇撑的说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但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当你把我推出去的时候 你知道我心有多痛吗 友荣走回道 我在意呀 但是我们需要等待时机 那么问题就又来了 这个时机到底是什么时机呢 于是老王就在导演男排下出差了 这下好了 大家期待已久的戏码终于可以上演了 只见友荣在人群中多看了铁柱一眼 铁柱立马就懂了 下午五点 中 铁柱循着友荣走过的路线 在一个瀑布甲找到了他 铁柱看着友荣绝美的容颜 激动的都控制不住了 很快就和友荣战斗到了一起 这个画面嘛 没有点赞关注评论收藏转发的肯定是不给开的嘛 就这样 铁柱和友荣在老王出差的日子里 过的那叫一个幸福 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却忽略了 这样子的幸福是源于爱情吗 会长久吗 会被认可吗 如果一对感情深厚的情侣 把手拴在一起 昼夜不离 就这样 他们还能一直深爱着彼此吗 真实的结果我不知道 有对象呢 其实可以尝试一次 或许只需要一天 你就懂得了给彼此留下独处空间的重要性 或许只需要一天 你就懂得了 对方是不是深爱着自己 或是是不是自己深爱的人 老王理所应该的发现了自己侄子和漂亮媳妇的奸情 依照1933年的风俗规矩 老王可以直接把这两个乱伦的家伙处死 但是他不想自己的双手沾染亲人的鲜血 于是他就用一根铁链 把两个人绑在了一起 你们不是彼此相爱吗 好 那我就成全了你们这对狗男女 让你们一生一世都不分离 一人拉稀 全家不饿 铁柱和友荣一开始竟然还在嘲笑老王 觉得这老家伙真的是糊涂了 一根铁链能算是什么惩罚 巴不得天天另外在一起呢 就这样 两人从那以后更加肆无忌惮了起来 他们开始洒话庆祝 在山间西西 在水潭边留下爱的痕迹 但再怎么轰轰烈烈的爱情 你无法挣脱生活的束缚 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能就是摧毁爱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两个人很快就在这种绑定的生活中 对彼此产生了怨气 你就想象一下你跟你对象啊 你在打游戏的时候 他非要喊你去做运动 你想做运动的时候 他却非要逼着你看蓝牙观人 虽然蓝牙观人也很好看 但是两个人什么事情都要绑定在一起 就完全没有了独处的空间 到了那时候 爱还能持续下去吗 铁柱和友荣的爱情 早就到了无法持续的地步 甚至在他们最爱的运动上都产生了分歧 友荣想的时候铁柱不想 铁柱想的时候 友荣不想 两个人都已经被这种复杂的生活折磨疯了 于是他们就找到了老王 祈求他的原谅 老王冷冷地看着他们 一脚踢开了他们送上的鲜花 说道 哼 恩将仇报的东西 你们快乐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我 现在却来祈求宽恕 我说过 将你们拴在一起 将会是永恒 铁柱看老王不给自己解开链子 就想带着友荣逃跑 可是老王会轻易地让他们跑掉吗 他命令管家直接把两个人追了回来 老老实实地圈禁在了他的领地里 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 友荣在铁柱心情的波动下 成功解除了果实 但是铁柱对于新生命的到来却毫无惊喜 因为爱莫待于心死 铁柱现在想死 是真的想死 于是他再次找到了老王 这次他不再祈求老王帮自己解开铁链 他只求一把枪 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老王看到铁柱这个样子 依旧是恨意难解 或许绿帽子对于男人来说 真的是一辈子都不能触碰的软肋吧 所以他不再顾念亲情 爽快地就让管家给了他一把枪 铁柱就这样带着枪回了家 和友荣跳起了最后一只爱的华尔兹 依旧是这样 手牵手 脸贴着脸 摇晃的身躯如同湖上的小船 只是再也无法激起丝毫的涟漪 铁柱看着友荣轻轻地说道 友荣啊 我要向你道歉 为我之前打你骂你的事情道歉 我希望你能好好地活下去 不仅是为自己活下去 更是为了我们的孩子活下去 友荣回道 铁柱 我不想要你死 虽然你会打我骂我 但是我不能没有你 我们的孩子也不能没有你 我想要你和我一起看着咱们的孩子长大 我们真的不能没有你 铁柱凄惨地回道 我不得不死 只有我死了 你和咱们的孩子才能活下去 叔叔是不会让咱们两个好好活下去的 我必须死 来吧 你拿着枪打死我 我想死在你的怀里 友荣拿着枪紧紧地抱住了铁柱 但他却将枪顶在了自己的头上 因为他不敢想象自己毒火的样子 砰 铁柱再一次带着友荣来到了老王的面前 祈求他能打开锁链 但是老王再一次拒绝了 因为他说过 两个人拴在一起将会是永恒 好了小伙伴们 故事就讲到这里吧 下面的剧情太过于变态 我就大致说一下吧 老王到最后也没有帮铁柱把锁链打开 是一个吓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才用刀把两个人给分开了 而铁柱早已在这个过程中疯掉了 电影演到这里 老王能这么狠心 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 尤其是友荣最后开枪的那一刻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枪里是真的有子弹 你说老王要是在桌间的时候 把两个人杀了 那还可以说是怒火攻心 但是到了友荣尸体都臭了 还不给铁柱打开锁链 那就真的是变态了 啊不对 是导演变态 真的是太变态了 好了好了 又到了总结的时间了 其实我想说的还蛮多的 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 道德 爱情 生死 这些真的是太深奥了 其实作为普通人的我们 只要恪守基本的道德 百正爱情观 珍爱生命 我相信这些难受的事情 永远都只会出现在我的故事里 愿你们生活愉快 幸福安康 我是三观端正的娘子 爱你们哟 我们下期再见